见过沈姑娘了 我就要告诉阿玛 晚上没事了 我一看你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找到沈姑娘了 你是阿玛的儿子 我从小就看你长大 你想什么做什么 还能瞒得过我 阿玛 对不起 我错坏你 皇上 我爹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 朕相信你 你不用多说 你一个眼神爱心觉罗悬夜就相信你 可朕现在是皇上 你要皇上相信你爹是冤枉的 就要拿出证据来 就皇上还我爹清白 别说是没有证据 就算铁证入山又能怎么样 皇上可以下罪几招 赵高天下说是认错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朕答应了 满朝文武大臣答应吗 国家法度答应吗 朝廷的脸面答应吗 难道就让我弟一支韩月没有别的出路吗 吞一万无家 不管他们答不答应 朕说的算 只要拿出证据来 证据可以来一个赏罚分别 可证据何在啊 证据肯定有 可是 可是我现在拿不出来 所以这样的证据 你一个弱女子和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身处大恨 三番五次要置女于死地 这个人这么赶尽杀绝 和你爹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做 皇上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 可是我爹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可以无法解释 朕不能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这四个字 堵不住天下惶惶人之口 这四个字拿到朝堂之上 朕还算什么谎的 朝令夕改 伤罚无毒 你再为难我 皇上 让我替我爹去死吧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要用我的命 来换我爹的命 我要你的命干吗 我要的是你的心 一群废物 大人 这神丸要是拿到了尸口 他肯定会向皇上告发呀 咱们得继续行动 不然的话 你以为这是在你们扬州啊 这是京城 是 皇上已经派中英保护上了 怎么办 对了 干脆 咱们派人到刑部大牢 然后呢 干掉沈医师啊 然后呢 那沈医师死了 死无对证啊 到时候皇上就是拿到了诗稿 被奈何不了咱们 你有把握 这少爷 你知不知道 刑部大牢里有所额图的人 这 死去要是被人识破 你想没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那 那就等于不打自招了 可咱们 咱们不能就这么等死啊 咱们 你现在就想拿本官给你当垫背的 大人 小人不敢 小人对大人一向是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行了 想想法子吧 皇上不顾万斤之体 替婉儿受伤 这种恩情 谁能熟视无睹 你真的愿意做真的婉儿 皇上 您放心吧 婉儿 你别着急 朕去想办法 婉儿 你和皇上 那荣若 也要别再提这个名字了 怎么了 都结束了 站住 干什么的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你就是不能进去 赶快离开 否则就不客气了 你们凭什么拦着我 婉儿 妮香 我是柔若 他们不让我进去 婉儿 妮香 你别碰我 她来了 你去告诉她 让她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她了 婉儿 你不能这么绝情 今生今世 缘尽于此 愿尽于此 老实点 别动 放开我 老实点 老实点 妮香 快让她们放开我 让我进去 如若 你保重吧 她不能再见你了 什么 昨天好好的 今天就不想见我了 朕最近又翻阅了沈医师的案子 发现有不少疑点 刘大人 你怎么看 回皇上 沈医师的案子 已经三堂会审 铁证如山 你的意思说 证糊涂是不是 奴才不敢 奴才只是据实向皇上禀报 请皇上明长 皇上 自打我大清 一统中原以来 汉人的繁满情绪 就此消彼长 那帮自命门人清流者 则更是如此 所以 如果说沈医师有什么反思 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 微臣还听说了另外的一件事 几天前 沈医师的女儿曾经遭人绑架 幸免于难 如此看来 想必是认为沈医师 罪大恶极之人 觉得他女儿 也受其不良影响 所谓除恶物禁吧 朕倒是想找出 绑架沈医师女儿的人 想问 沈医师到底如何 罪大恶极 连一个弱女子 都不放我的 你们竟然认为 是除恶物禁 朕真的怀疑 你们有没有能力 来办成案子 皇上 奴才也认为 如果真有纰漏之处 应该查明后还他公告 奴才请求把这件事 交于奴才去做 皇上 查案本是刑部的事 奴才觉得 索大人是在故意制造玄机 邀功行赏 明珠大人 何出此言 索大人 难道你不是个除恶物禁的人吗 当初沈姑娘 不是让你请到府上去的吗 明珠大人 说话要有根据 到老臣家去搜人的 不是也有你明珠大人吗 好了 退走 退朝 爱新觉罗家族 每一辈人里面都要出上这么几个情种 老祖都是担心皇上 玄业跟他阿玛不一样 他也用情很深 但不会像福林那么不顾朝政 忘了皇上的体面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 您是担心索额图和明珠 要想让那些大臣们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这谁也做不到 我倒是觉得 像明珠和索额图这样互相牵制 彼此监视较量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看皇上怎么利用这种矛盾了 我担心的是 沈医师的案子如果牵出了谁 皇上会怎么处置 难道不是有功则赏 有罪则罚吗 不那么简单 事关朝廷的体面和稳定 往往是想赏的赏不了 该罚的不能罚 麻烦 阿玛 怎么样 皇上对沈医师的案子 是怎么交代的 皇上露出点放的意思 可是你也应该知道 明珠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 况且皇上顾着自己的面子 并没瞎狠心 那怎么办 这件事既不能让皇上丢面子 又要给沈婉一个交代 很难办 可也并不是不能办 你有办法 阿玛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帮沈医师翻案 给明珠一个措处不及 翻案 想得美 这个案子 我要让他一辈子也翻不了 我要让沈医师 永远背着这个罪名 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那么的意思是 你也能看出来 皇上对那个沈丫头 用情甚深 如果给沈医师翻了案 那皇上势必就会 大张旗鼓的 把那个沈丫头接进宫 万千宠爱于一身 到时候 你的这个国舅爷 当得可有滋味 可怜了我那闺女啊 如果不给沈医师翻案 那沈丫头 那沈丫 势必会因着他父亲的罪 伺候皇上可以 要向进宫做娘娘 那可就哪儿了 可是皇上那边 放心 阿玛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让皇上知道这个办法 而且让他默许 阿玛的意思是 想让我跟皇上去说 沈医师的案子即使不翻 他也必定会把明珠牵出来 如果阿玛去给皇上出这个主意 到时候 势必会有人说 阿玛公保私仇 可你就不一样了 事成之后 皇上一定会更加依主于你 阿玛说的是 到底是什么办法 不过吗 咱们再好好合计合计 做点主奔 明珠他们不会没有动作 太皇太后 明珠大人求见 让她进来 是 这就开始了 她是第一个 还得有 我还是出去转转吧 这太皇太后请安 明珠大人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是不是给我找到了 好蛆蛆啊 太皇太后见笑了 奴才找到蛆蛆 到您这里 能跑个龙头就不错了 坐吧 上茶 奴才只是担心 一旦赦免了沈医师的罪 恐怕会助长汉人的烦满情绪 后患无穷啊 你觉得皇上会这么做吗 皇上年轻有为 是旷古未有的明君 可怕只怕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使劲为沈医师翻案 迫使皇上 自毁前言 也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算盘 只不过 到最后让皇上自己担责任 明珠大人 你打算让皇上怎么做呀 奴才不敢 奴才只知道 忠言之鉴是奴才的本分 我知道了 让哀家好好想一想 你下去吧 这 明珠大人 在 沈医师有个女儿你见过吗 见过 没事了 你下去吧 这 皇上 您是不是好几天 没见过沈姑娘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皇上要是见过了沈姑娘 一准是精神抖擞 满面春风的样子 可现在呢 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过两天就是她的生日了 老王 帮朕做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不是扬州神府吗 对 朕就是要在京城建一个神府 要和扬州的一模一样 皇上 朕是用心良苦 还不够 我等一下去见她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见她 是因为她爹的事吧 明知故问 奴才 我倒是有个想法 可就是不知入不入流 如果皇上不怪这奴才的话 哪那么多废话 说 所大人起来吧 谢太皇太后 所大人是为沈医师的事而来的吧 正是 听说你的意思 是让皇上给沈医师平反 不 皇上万万不能这么做 皇上是一国之君 岂能出尔反尔 不要说一个沈医师 就是更多的人 为了我大清国的威严 该错杀的就得错杀 不过 奴才知道 皇上不想杀沈医师 是因为沈医师的女儿 听权子讲 皇上用情颇深 而且这位沈姑娘 也算得上是一位 台帽双全的女子 就是说 这要是不杀沈医师 皇上会失威信 可杀了沈医师 皇上势必会伤了情人的心 这可就难办了 也不是 奴才此来 就是想商量一个两权之策 有两权之策 这当然最好 奴才是这么想的 所大人 我是个副道人家 你就别跟我说怎么办了 只要能两方面都雇得到 你就去办吧 奴才明白 所大人辛苦了 太皇太后严重了 折杀奴才了 下去吧 奴才告退 陈医师 出来 老夫是冤枉的 老夫冤枉 苍见无言 老夫是冤枉的 别架了 快拉出去赶头 苍见无言 老夫冤枉的 抓狂的 抓狂的 爹 爹 爹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你看这儿多美 是吗 紫燕你怎么了 启奴 启奴皇上 江南的一些学子 纠结成火 借沈医师的案子 大肆攻击朝廷 气焰甚是嚣张 望皇上早做定夺 皇上 天下之乱 往往始于文人的山洞 汉人里面 反满情绪最大的 就是他们 皇上 万万不可受人以禀 让他们有攻击 大清朝政的理由 刑部神的怎么样了 回皇上 经过再三核实 沈医师的案子 已十分清楚 皇上对他的惩处 也恰如其分 他还有多少日子 回皇上 过几天 要勾绝一批朝廷重犯 奴才以为 该就此处决沈医师 杀医警百呀 还有谁有话说 皇上射兵 对不起啊 这块胸 容若 事情办得怎么样 基本上算是完工了 就等着上扁了 一定要原样的 皇上放心 所有的 都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没让别人知道吧 皇上 连我阿玛都不知道 这件事 朕的这番苦心 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皇上 作为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 您应该有信心的 但愿吧 对了 容若怎么样了 皇上不是说 不许在您面前提起他吗 所以 我也没打听 来 顾大哥 喝口水 来来来来 多喝一点 我已经有两天 没吃东西了 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这些日子你去哪了 不是我去哪里了 我是被别人打昏了 带到了关外 我人生地不熟 身上又没钱 只能够 鸡一天 抱一天的 讨饭讨回来 是谁干的 还能有谁啊 肯定是那些陷害恩师的人了 见我营救恩师 他们当然要阻止 所以 对了容若 恩师那方面 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阿玛 你今天给我个痛快话 沈医师的案子怎么样了 有没有犯案的可能 是沈无能让你来问的 有 还是没有 你是在为难你阿玛 连皇上都做不了主的事 你让阿玛怎么答复你 还有呢 阿玛已经答应你向皇上进言 现在皇上 已经让雄部发为重审 这至少还有一些希望 可是 阿玛不能再给你进一步的答复 阿玛 我也是着急 您别怪我 我谈上你这样的儿子 还谈什么怪不怪的 只要你不怪阿玛 阿玛就烧高香了 那我们现在就这么等着 现在阿玛能做的 只有到最后一步了 你看吧 大蓝明珠 走 沈医师是江南文人的领袖 他的案子 也许还有一些疑点 请皇上明察 还没理完 不管刑部的重审结果如何 阿玛都要把这个折子递上去 到时候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 你要是见到沈姑娘 你告诉她 事情已经有了转机 要好好将养身体 不要轻举妄动 大人 您还真要往上头 滴这道折子 为什么不 凡事要动动脑子 这不还没写完吗 小人明白 大人 现在情况 对我们是很有利 我还是不太踏实 尤其是那个索额图 他的一击一动 非常反常 先不管他了 你的银子什么时候到 就这两天 要快 我想让皇上高兴高兴 小的明白 会论 有关 之后 都一直是 有关 15分子 晚点 稍后 是 他来过 有时候 我常常以为自己想透了 也该想透了 其实是 天下人皆信 唯我独自 人生不如一者 十之八九 想透能怎么样 想不透又能怎么样 关键是看我们做什么 怎么说呢 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好消息 皇上决定重审此案 过两天 就会有结果 会有什么结果 不管怎么说 事情总算是有了转机嘛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啊 麻烦你把这件事告诉婉儿 他一定会开心的 对了 婉儿他 他生病了 别动 我自己来 你现在是病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最怀念在扬州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你对我可是一指气势的 那个时候你是三爷 可是现在 你是皇上 到什么时候 我都是那个被你弄得晕头转向的三爷 皇上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听我的话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想 把身体养好 可是 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 我们好好准备准备 好好过一回 皇上 您的伤怎么样啊 是不是很疼啊 快让我看看 直了 什么直了 您在说什么 婉儿 你终于开始关心我了 挨的这一刀 直了 别说傻话了 快让我看看 没事 早好了 逗你呢 不理你了 这个沈医师非啥不可吗 启奏皇上 沈医师诽谤朝廷 罪证确凿 死有余辜 皇上 无需对这等人 心慈手软 明珠 奴才在 你说说看 回皇上 沈医师的案子 奴才不太了解 对江南 对江南世子们 抨击朝政的事 有所耳闻 沈医师的案子 也许有那么一些小疑点 但是为了封堵天下悠悠之口 以绝后患 沈医师该杀 也应该杀 皇上 圣名 退 退朝 这里就他们爷俩 告诉我都看什么了 没干嘛 随便出去转转 你小子 阿玛 这件事 只有我和皇上知道 您没怪我 瞒着您吧 你能这么做 阿玛高兴 记住了儿子 要想干成大事 嘴一定要紧 不能相信任何人 包括你以为可以相信的人 阿玛教会的事 对了 您刚从朝上回来 他们是怎么说 沈医师的案子的 能怎么说 怎么说 目的还不是一样 该死的 谁说也活不成 不该死的 谁说也死不了 操自己该操的心吧 你在哪儿听到的 刚才我去探监 是听刑部大牢的人说的 他们说 他们说恩师 已经被押赴刑场了 我要去见恩师最后一面 我陪你去 皇上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 婉儿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说 要给你个惊喜 小的姐姐看着 沈医师和今天行刑的那些人 都给押上了球车 这会儿应该在刑场 等着行刑呢 所图的人没跟着去吗 没有 今儿一闪都是皇宫的禁军 没有刑部的人 桌子上的东西都是你的 去吧 谢大人 是 是 阿姨 宛儿 希望你能喜欢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是什么地方 我可以看了吗 皇上 我能解开了吗 皇上 这怎么可能 我是不是在做梦 皇上 恩师 恩师 我 我对不起你 我无能 我救不了你呀 恩师 婉儿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恩师 הוא 客人 你 我不 都 ischer 你 爹 王儿 爹 爹 王儿 爹 爹 爹 免了 皇上 王儿呢 他不是和您在一起吗 没有 朕先回来了 您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了 为什么你们又吵架了 都好好的 也许王儿这个时候正感谢朕的吧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王儿的生辰啊 也是沈医师行刑的日子 行刑不假 不过你放心 王儿不会有事的 他一会儿就会回来了 朕先走吧 王儿 王儿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去哪里了 你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了 我的心 过来 今天伯父不是已经 顾大哥 会不会以为我爹已经 糟了 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朕官 朕官你醒醒 朕官 你睁开眼睛看看 为师在这里 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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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你没死阿世 阿世 我还以为你死了 我没死 阿世 咱俩的师徒勤奋 还未尽呢 是 朕官 是 朕官 是 是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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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大人是 哈 运筹为我 哈 才 这些天是 这些天是 饭也吃不香 叫也睡不好 这回好了 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 嗯 还得趁一人打铁 你这银子不是到了吗 是 明天见到皇上的时候 你就把你那八天王两银子献出来 嗯 到时候 你还得睡不着 啊 这为啥呀 哈哈 看看你吓他 我是说你乐得睡不着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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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若 容若 哎 还不见过客人 嗯 嗯 哦 官老爷 你一来金城了 想必是 为沈薛氏送刑的吧 哎 可以 可以 这 这 阿玛 这次你在皇上面前 那真是露个大脸啊 调包机使得天衣 哈哈 哈哈 阿玛 还是您出的主意好啊 听说皇上 把沈家院子和藏书阁都搬到了京城 我就想 谁能帮着皇上把事情做得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呢 想来想去觉得除了你 没人能搬得到了 这什么事都瞒不了阿玛 哈哈哈哈 哈哈 阿玛的确得对你另眼相看了 哈哈哈哈 对了 孩儿还是很担忧 咱们救了沈医师 讨了皇上的欢心 可万一这沈医师来个不闻不问 苟且偷生 那不是对民众没有任何影响 咱们也白帮了他的大忙了吗 你不懂 像沈医师这样的人 阿玛料定他也不会紧紧苟活 他这样的人 就算人死了 到了阴曹地府 也要讨个公道的 何况他人还没死 可是他万一犯案怎么办 放心吧 犯不了 要是能找到证据 也就用不着咱们父子俩操心了 退一步 即使找到了证据 你以为皇上会把这个调包的事 抖了出来 他可是皇上 至于沈医师嘛 谅他也不会无理到 非得逼着皇上这个大恩人 给自己起死回生 他的目的是明珠 而且在皇上那边 也没有咱们任何责任了 走 咱们爷俩今天好好喝一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